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年底竟迎来了古装剧的春天,一步又一步古装剧播出让人追不过来,这时候自然要选质量好的来看,今天就给你们介绍。 近期口碑最好的五部古装剧,一起来看看吧,第五者不起的殿下大人唐小天和黄日英主演的作品,这是一部甜宠类型的古装剧,讲述的是男女主穿越到游戏世界里的故事,剧情很甜也很搞笑,目前豆瓣评分为6.3分,作为一部沙雕小甜剧来说,这个分数算是及格了。 第四剑王朝李倩和李一同主演的作品,这是一部武侠剧,讲的是男主复仇的故事,剧情挺吸引人的,李倩的演技也不错,可惜他在剧中的造型不太好看,大大正低颜值。 这部剧目前豆瓣评分为6.5分,期待后续表现第三大名风华汤维和朱亚文主演的作品,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故事,主角是孝宫皇后孙若薇。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很强大,男女主都是演技派,还有不少老戏谷加盟,整体演技在线。 前期的剧情轻松幽默,可惜不够尊重史实,遭到了不少观众吐槽。 目前豆瓣评分为6.7分,第二贺利华庭、罗靖和李一同主演的作品,讲述的是太子肖定群的故事。 虽然是一部下空历史的剧,但是剧中的福道化、台词、李一各方面都十分考究,剧情也很精彩,各种反转让人欲罢不能。 自开播以来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与好评,目前豆瓣评分达到7.4分。 也是很不错的成绩,第一敬余年张若云和李庆主演的作品。 也是一部大男主剧,讲述的是神秘少年范鞋的成长故事。 这部剧演员阵容强大,剧情轻松有趣。 一经播出,就吸引了许多网友的注意,收获了很好的热度和口碑。 前段时间一直稳定在8分,近日跌到7.9分有点可惜。 还是期待后面能有更好的表现吧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。 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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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